上一讲讲到了说 英雄团队不好带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 英雄团队有什么样的方法 介绍几种现在管理学比较认同的 比较推崇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我们想从一个春秋年间的案例说起 大家知道春秋有五霸排名第一的叫齐桓公 齐桓公手下有一个高人叫管仲 有一次齐桓公和管仲聊天 齐桓公问管仲说 众府我请教你 做大事最重要的是什么 管仲说最重要的是有人才 找到人就有出路 得一人安天下 失一人丢天下 人才最重要 齐桓公说这太好了 那我得招人才 于是齐桓公就把宫门那个大墙给推倒了 坐着一个高门楼 白天玄灯结彩 晚上点着火把 24小时招揽人才 这个典故在中国古代 非常著名 被称为叫停辽求贤 就是在院里点火把 24小时招人才 大家看看场面很大 决心很大 措施很震撼 但问题是招了将近一年 他一个人也没招到 大家想想 领导力排众议咬牙 切齿决定咱们搞一个面向基层员工的招聘 结果折腾了仨月 没人报名 齐桓公就非常郁闷 他就觉得你看我们国家没人才了 算了吧 收兵吧 就准备要收手 结果这一天正准备拆门楼 收火把 谢采齐 咱们不干了 正准备要修的时候 突然外边门卫进来了 说骑柄军上重大的事情 齐桓公说说什么事 门卫说门口有一个人来应聘 齐桓公蹭一下从地上就站起来了 那个年代的人都不坐凳子 凳子叫胡床 是后来引入中国的 那个年代我们都坐在地上 那时候的人腿都跟面条上 咔就坐下 蹭就站起来 齐桓公一下就蹦起来了 都过上穿鞋就跑出来 说得一人就能安天下 我就等这人才了 赶紧就跑出来了 满怀兴奋站到台阶上 台阶下边一看 看了一眼 齐桓公那心脏 拔凉拔凉的 为啥呢 台阶下边站着这么一个人 个头不高 胡子拉叉 穿着短衣服 脏兮兮的一张脸 怎么看怎么不像人才 怎么看怎么像人才的马夫 齐桓公心里就一翻个了 但桓公心想 大才大隐 高人若长 真正有本事的人 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 所以齐桓公一公道地 说先生 我等你很久了 借一步说话 进屋谈谈你的待遇吧 人才笑眯眯的跟齐桓公说 主公啊 先别谈待遇 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才华怎么样 齐桓公说 看看 人才就是人才 当场敢展示 了不得 齐桓公说 好 说您要不要笔墨伺候 人才把手以后说 不用 说那个 有凉水吗 给我整一瓢凉水 齐桓公说 要凉水干什么 对吧 莫非这要喷呢 赶紧准备凉水 下人给端上一大瓢凉水 人才双手捧凉水 大步流星 走上台阶 走到台阶最高处 转过身来 对着围观的众人 这人才二话没说 端起凉水 对着自己的嘴 咕嘟咕嘟咕嘟 一瓢水就给揉下去了 你看喝水的架势 更跟马夫一样 喝完水 把水瓢往地儿一扔 把嘴一抹 这人才一跺脚 说 各位注意 我开始展示了 全场鸦雀无声 他说来看看高人怎么展示 这人才清了清嗓子说 我给大家背一段 觉得 你猜这人才干嘛了 他紧跟着就背了一段 说 一一得一 二二得次 三三得九 四四十六 七七十九 八八六十四 九九八十一 这哥们把小九九背了一遍 背完了以后 在场所有的宫女 太监 卫士 进城 大家都捏着嘴 不敢乐 为啥 怕刺激秦桓公 秦桓公当时口这人才 脸上一阵红 一阵绿 最后都紫了 为什么呢 秦桓公心里说话 我们齐国私属里边 五岁的孩子都会背小九九 您四十多岁 一个大老爷们 光会背个小九九 到我这来 还自称人才 你这不是坑我吗 所以秦桓公那火炉就上来了 但秦桓公一跺脚心想 算了 谁让我停聊求闲呢 你开门等人 当然什么人都得来 鱼龙混杂 嗑瓜嘴 嗑出臭虫 谁让你嗑了 你不嗑他能来吗 所以秦桓公一咬牙 跟那人说 我跟你说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你慢一点 我真变了不意 我要你命 你知道吗 人在乐了 说主公你别生气 来时火车票谁给报了 秦桓公说 你还想谈待遇 你来招死 你知道吗 人在乐了 说主公 你为什么说我来招死 秦桓公我跟你说 咱们齐国五岁孩子都会被小九九 你这背了几句小九九 你还冒充人才 你这叫欺君之罪 人在乐了 说主公 别生气 我跟你说几句话 如果我这句话说的不对 你不用杀我 我自己抹脖子 但如果我说的对了 你不给我待遇 今天我就不走了 秦桓公给气乐了 说你看 笨人真是不知道死活 好吧 你说吧 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就在秦桓公下狠手要杀人的时候 这个人才真的说了两句话 就说两句 两句话就把秦桓公给扭转过来了 不但不生气了 而且真的给他了一个上大幅的待遇 所以我们讲 有本事的人要会说 没本事的时候更得会说 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话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问秦桓公 说主公 我问你一个问题 停留求贤到今天 你招到人了吗 秦桓公说 没有 人才说 主公 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招到吗 秦桓公说 那是因为我们齐国没有人才了吗 这哥们说 不对 主公你说错了 七部之内必有芳草 十屋之内必有军事 我们这么大一国家 怎么可能没人才呢 只要人数过了一百人 一定会有杰出的才能 杰出才能的人 一定会有的 那秦桓公说 你说为什么 人才说主公 我告诉你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现在的人水平太高 当总经理没人当过管仲 当董事长没人当过你秦桓公 对吧 搞人力资源 搞教育 没人搞过报数牙 你现在人才水平太高 大家都自愧不如 第二 你把这些人用的那么好 大家认为你标准 一定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来了 你也会瞧不上我们 大家担心你弃财 面对高人自愧不如 面对领导 担心你不喜欢我们 所以人才都没有来 接着这个人才说 你看我 我真是个半文盲 我就会背小九九 但是主公 今天我来了 我给你背个小九九 你根据我的才华 合合适是给我一个待遇 就等于告诉天下人 你不弃财 你能有胸怀包容所有的人 谁来你这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 到那个时候 大家有信心了 排队来 你能找到的人才就不止一个 你省的那些钱 就不止我这一份工资 这个道理你懂吗 哎呀 齐宏宏眨不眨不眼 就说先生 您真是大财 就从您这思想 可以当人事部常务副部长 齐宏宏立刻组织 召开会议 把这人排举成上大夫 然后写了个公告 昭告天下 说有一人因为给主公提了什么人才政策 被授予上大夫之职 这件事一公布出去不要紧 三天之内 齐桓公门口排队来应聘的人 就从公门口排到城门口 嘿呀呀遍地 齐国立刻就人才背出事业兴旺了 这个规律我们现在讲叫什么呢 叫做回报眼前人 吸引天下人 使用庸人 吸引能人 你眼前这几个普通的人 你把他们弄得很好 待遇给得很好 事业安排得很好 你对他们又热乎 又热情 他们过得非常好 全天下老百姓就会发现 连这样的人都过得那么好 我们来了肯定行 他们就会来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词 招聘 大家注意 招聘的关键词在招 我们都说人才找不着 人才真找不着 大海里捞针 草舵里找钻石 你哪找去 你找不着 你必须要有政策 要有胸怀 使用你的行为 来吸引人才 所以人才是招来的 不是找来的 招字很重要 你看中国人致富叫什么 叫招财尽宝 我们可没说找财尽宝 为啥叫招财尽宝 只要你修养到位了 政策到位了 制度到位了 团队到位了 财富会自己来找你 你要找财富 不好找 在中国人讲 招的观念非常重要 你要想有人才 您自己先做好了 做不好 你根本招不到人才 招了也会走的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吸引 回报眼前人 吸引天下人 回报庸人 吸引能人 只要加入我们队伍 就算每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我们也让他过上好日子 说到这儿 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经验 咱们证悟一下 我自己带团队 带团队会找一些学生 只要我招来的学生 哪怕他不能干 我要给他很棒的待遇 很丰厚的回报 有人说 赵老师 你这样做 你不浪费成本 不浪费成本 为什么不浪费成本呢 我给了这一个人待遇之后 就能展示一个信息 在赵老师这干 连这样的人 都能得这么多好处 第二天主动来找我的人才 就排满了门口 我一下就能找到好几个 所以有些领导总觉得 找不着人才 找不着人才 你有政策吗 你对员工怎么样 你让大家跟你幸福了吗 只要你让眼前人跟你幸福了 你有一个好的政策 人才自己会来找你的 那你自己 你得找成什么样 你也找不着 所以第一个我们想讲 就是要注意使用招的方法 而不是找的方法 你如果是一个太阳 你有足够的吸引力 就能吸引九大行星 如果你是地球 你有足够的吸引力 你就能吸引到月亮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 这是管理人才第一个注意的问题 招的方法 招的理念 有了这招的理念之后 我们想告诉大家 队伍当中的人 我们分成四种 这四种人各自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第一种人叫能干又会干的人 我们称为千里马行员工 还是那句话 千里马不需要草料 千里马需要草原 你别整天喂它 你以为它是猪的 你给它机会 给它平台 让它去奋斗 所以对千里马最棒的方法就是授权 那关于授权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这句话 什么叫授权 小伙子工作现在交给你 从现在开始 我是你的下属 有事你安排 没事我随时听你招呼 现在我是你的下属 我跟你干 这叫授权 还有第二种人 这种人才什么样呢 能干但不想干 我们称为鸵鸟型员工 鸵鸟什么特点 腿长能跑 但不跑 头扎沙子里面 纹丝不动 这种人缺什么 这种人缺机力 我们得学送江 你要会送 送得到位 感情上给温暖 生活上给关心 事业上给机会 发展上给平台 你激励它 它自然就给你干 所以对鸵鸟 我们要使用这种激发的方法 要送到位 第三种员工 叫做不能干 也不会干的员工 我们称为猪型的员工 你踹它 它哼哼 你给它讲道理 它找你唾唾嘛 你拉着前进 它就地打滚 对吧 对这种员工怎么办呢 我们建议大家 就使用简单直接命令法 一手胡萝卜 一手大棒 前进不前进 前进给你萝卜 不前进给你一棒 打死了吃肉 甭废话 那么多废话也没用 这叫简单直接命令法 对猪型员工 最要命的是第四种员工 什么员工呢 想干但不能干的员工 这种人什么样呢 有超强的工作动机 和超烂的工作水平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懒惰的笨蛋 领导还能容忍 一个勤奋的笨蛋 让领导哭笑不得 他真有热情 但能力太烂 基本全是捣乱 你说除夕之夜 大家回去过年 他热爱事业 真的要玩命加班 大家走了 他来加班 把咱家大楼给点着了 你说你恨不恨 所以告诉大家 闯大祸的都是勤奋的笨蛋 这种人叫什么人呢 我们称为猴型的员工 大家想想猴子什么样 有人样不会干人事 上蹿下跳很有热情 但基本全是捣乱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领导 跟那年轻员工说什么 说小伙子优质点 这句话的本质说的是什么 本质说的就是宝贝 像你这种笨蛋 你就懒点吧 我都盯不住你了 那对这种员工 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 当拉拉队长保护他的热情 第二 当教练提高他的水平 这个叫传授的方法 你说在这个授权激发命令 传授四种方法当中 哪一种最难 告诉大家 传授最难 当教练 当拉拉队长 是最挑战的事情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 带队伍 其实就是四张牌 那四张牌 叫授权千里马 激发鸵鸟 命令猪 传授猴 对不同的人 要出不同的牌 你不能一张脸 一套方法 对所有的人 有的领导就觉得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这是不对的 还有些领导觉得 我这样做过去挺成功的 你为什么现在不让我这样做了呢 我们前面讲救命船里面理念讲了 环境是发展的 队伍是进步的 时代是改变的 过去让你成功的东西 今天有可能让你崩溃 特别是屏幕前面各位企业家 在你创业的过程中 你会积累很多很多成功的东西 但这些成功的东西 不一定适合今天 如果你不能及时的超越过去的成功 那些让你过去成功的东西 今天就会让你失败 这叫死于成功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变 什么叫全变呢 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要学会看条件 看对象 这是在能人队伍最需要的 学会因人而异 要看对象 在因人而异的过程当中 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 因人而异的方法 我们也提醒各位 将来你要受委屈 你得记住 你受委屈了 你可以将条件 可以少干一点 可以跟领导闹到情绪 但是你的责任 你的忠诚必须要兑现 不管你受多大委屈 都不能打折扣 这就是我们在英雄团队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谈的注意的几个问题 注意你的全变的领导风格 注意对责任和忠诚的这种理解 注意你在招人过程中 你的政策和领导的行为 在招的上面要做文章 吸引天下的人才 最后还想给大家讲 在使用英雄过程当中 要注意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跟孔子有关的 大家知道孔子文化圣人 老夫子经历过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今天大家一直在经历的 所以我想给大家讲 孔子对待英雄 他的基本态度 讲两件事 第一个件事的主人公 是孔子的学生子禄 子禄在山东的蒲城 做地方官 做市长 天下大雨 上班的时候发现 有个小女孩 掉到河里边去了 子禄二话没说 拢个光榜 跳河里把小孩就救出来了 市长救人 了不起 孩子的家长特别感激 就把家里的牛杀了 牛肉送给子禄 子禄拿着牛肉交给孔子 孔子让后厨房炖了牛肉 跟街坊邻居和同学们一起分享 孔子一边吃着牛肉 一边说 子禄这孩子好 做了好事 留了联系方式 收了那些牛肉 大家一起吃 从此鲁国建议勇为会 蔚然成风 孔子正这么说的时候 他最聪明的学生 子贡就进屋了 说老师你说的不对 当榜样 要无私奉献 做了好事 不留名 帮助别人成功 自己倒贴 这才叫高人 他做了好事 留了联系方法 要人东西 这叫什么高人 孔子说 子贡你的孩子 照你这条路 天下的建议勇为就会绝技 后人有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们想给大家讲 孔子很高明 他告诉我们 传播典型树立榜样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他的引导力量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事 雷锋不要待遇是雷锋的境界 领导不给是领导糊涂 给了不传播是管理不到位 我们一定要传播 告诉大家英雄没有死 榜样幸福了 先进过上好日子了 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当先进 如果您传播的是 数个榜样是死的 另一个典型是死的 整个先进是死的 你就等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学先进就是找死 谁敢学谁愿意学 这样一个典型竖起来 很多先进行为就会绝技 因此我们要注意榜样的传播性 高人学子路 君子爱其得学他见义勇为 收了牛肉还能做第二件好事 救的穷苦人 小人爱其利为那牛肉也干 君子爱其得 小人爱其利 两头的人都学 中间的人就会随大溜 这叫蔚然成风 假如做个好事 便匹临商倒贴钱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君子没那个资源 小人没那个境界 两头人都不学 中间的人也不会学 一个榜样竖起来 很多行为就会绝技 所以我们要注意榜样的引导性 大家要记得 不要让英雄吃亏 不要让榜样倒霉 不要让做奉献的人 过苦日子 这样社会才能发展 第二件事情 主人公是孔子 大帝子 班长 说孔子晚年颠沛流离 四处讲课 没人给讲课费 过着很凄惨的日子 老夫子在陈绝粮 在河南的陈地 断粮了 没饭吃 老百姓看夫子比较惨 就送来一点米 让他蒸点饭吃 有米了 谁来蒸饭 一怕私分 二怕偷吃 我们得选一个 道德境界高的人蒸饭 那当然是颜回 颜回是孔子旋律 道德境界最高的 孔子说 好吧 回 你给大家去蒸饭 颜回说 尊师命 颜回就去了 过一会儿 米饭熟了 饭香味出来了 孔子提鼻的闻了闻 真香 正闻的时候 门开个小缝 子贡又进来了 子贡说 老师 重要情况 你那个大弟子 咱们班长颜回 他偷偷在厨房偷饭吃 孔子说 你大师兄不是那种人 他不可能 子贡说 眼见为事 您自己去看 孔子捏手捏脚 走到厨房边 扒着破窗 往里面一看 场面很震撼 那个蒸汽弥漫 整个厨房 雾气昭昭 灶台前边 米饭揭开锅 白米饭一锅 颜回小个 蹲到灶台前边 手抓着米饭 正大口小口 往嘴里塞的 吃的场面很震撼 满脸沾的都是米饭粒 那叫一边吃米饭 一边做面膜 吃的很爽 孔子一咬牙转身 仰天常态 说各位你们看到 这就叫人性 最高尚的道德 抵不住实色的诱惑 人性就是这样的 但孔子给学生留面子 没有当场揭穿 孔子就出来了 出来 道德堂上望的一座 孔子说 回啊 开饭了 把饭拿进来吧 过一会儿 你看杨卉进来了 小伙子脸整干净了 饭也吃饱了 眼睛闪亮 脸上有了血色 端着锅隔着 说老师吃饭 孔子耍了个心 孔子说 回啊 先别开饭 我昨天晚上 梦到了咱们的祖先 拿这个米饭 先敬敬祖德了 大家知道 古人都特别敬祖先 你这个弄脏的米饭 要敬祖先 那要世世代代受诅咒的 所以杨卉脸色 立刻就变了 说老师 不能敬祖先 那就咱们吃吧 孔子就逼文了一句 说那你说 为什么不能敬祖了 颜卉腿一软 噗通就跪下了 老师都是我的错 米饭被我用手抓着吃过 弄脏了 所以不能敬祖了 孔子按挑大着 看看 大师兄就是大师兄 做错事当众承认 这也是勇气啊 孔子正要表扬 没想到 颜卉仅跟着说了两句话 说的孔子和在场所有的人 都特别的震惊 颜卉向上拱手 说老师 都是我没有经验 我的错 那厨房年久 失修天花板上 全是灰土 米饭熟了 我一接锅盖热气 扑就扑上去了 灰土稀了哗啦 落得米饭表面全是 米来之不易 扔了可惜 但粘着灰土又没话吃 怎么办 我就蹲呢 把粘着灰土的米饭 我一个人都吃下去了 所以我们讲 颜卉为啥英年早逝 估计是胆结石 环豆吃下去了 老师这样米饭没有浪费 而且你和其他同学 可以一起吃干净的饭了 哎呀 孔子再次仰天常态 孔子说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就是看人 有时候你亲眼见到 亲耳听到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们这案例 叫眼见为虚 您亲眼见到的东西 它不一定是真的 假如你带着成见 带着偏见 看别人的一个工作片段 你真有可能误解别人 所以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在管理能人团队 英雄团队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不要带着成见 和偏见先入为主 假如你有一件事情 要下重大决心 一定要跟当事人 坦诚的沟通一下 防止犯了一些错误 你要真犯了错误 毁得肠子清了都矫正不过来 所以我们讲 一定要注意坦诚沟通 一对一交流 有什么事放不下 关起门来 咱俩交流交流不就行了 千万不要一念之错 懊悔终生 要注意沟通 这样我们就有了 这样的英雄团队 有了这样的工作方法 我们就可以做事情了 在做事情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强调 领导要发挥 你的领军人物的作用 领军人物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是你有权威性 可以调整大家的行为 可以引导大家前进 新的问题产生了 一个带队伍的领导 你如何增加自己的权威性 我们给大家整合了一套 增加权威性的基本方法 这些方法是什么呢 咱们下一讲接着再讲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从事国学领导理论、人力铺源和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思想的研究 2009年被媒体评为中国十大国学家 和2010年被评为北京高校管理学精品课程 赵玉平教授的主讲课程包括《解读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 《解析水浒传用人策略》、《看西游》、《书团队》、《三国管理谋略》、《国学之道》、《想历史人物》、《解智慧》等经典课程 2004年3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专注比强者更强 2005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畅销书《梁山正志》 2008年再出版《青梅竹九论领导》、该书再版12次 若选十大财经畅销书并且高居榜首 2011年在央视百家讲坛登坛主讲向诸葛亮借智慧跟司马懿学管理 荣获年度百家讲坛收视率第一名宝座 开辟了运用管理学、国学和心理学 解读传统经典案例和历史人物的新领域 要想了解国学的真谛、真正的国学家 可如何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学习智慧 请我们关注赵玉萍教授的作品 上一讲讲到了带队伍要增加你的权威性 我们认为一个团队是这样的 假如把一个团队比喻成汽车 那么权力就是一个发动机 没有权力汽车就没有发动机 假如把一个领导比喻成汽车 那你的权力就是你的发动机 一个领导要没有权力 你这汽车就没用了 所以我们讲 不掌握权力的领导是一个被架空的领导 没有权力驱动的队伍是一个被掏空的队伍 我们必须要掌握这种权力的技巧 增加权威性的方法 那么根据现代的管理学和政治学 或者组织行为学的理论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使用权力的具体的技巧 首先大家看权威权威 它首先要有威 威是什么 威慑力震慑队伍的力量 那怎么建立威慑力呢 我们给大家讲两件事情 叫做赏小取信法上力威 讲这两件事情 威信威信 赏小取信法上力威 咱先讲什么叫赏小取信 大家看中国历史有个著名的故事 商鞅变法 商鞅说同志们变法了变法了 群众说今儿变明儿变 换个领导还得变 别理他 变法没人跟 说话没人听 商鞅怎么办 商鞅一点也不着急 商鞅把市场南门立个小小的竹竿 说公布 谁能把竹竿拿到北门 奖励一袋金子 群众都半信半疑 就这么点事奖励一袋金子 正在怀疑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人试探着 把竹竿拿到北门 果真就奖励了一袋金子 大家发现 这领导说话算数 唾个唾么就是丁 任何小事都能兑现 这件事情过后 商鞅再安排工作 有人干了 再说话 有人听了 大家都跟着他一起变法了 所以我们想告诉大家 带队伍要想取得别人的信任 就得注意两条 第一 不要随便许诺 第二 许诺了一定要兑现 尤其小事上 扎扎实实的兑现你的承诺 认真真的给奖励 特别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 这叫赏小取信 赏大不取信 你给我拿张报纸 我讲了你一百块钱 你真拿了 我给你一百块钱 这个很容易获得信任 但你给我拿张报纸 你到珠穆朗玛峰上给我拿张报纸 对吧 我给你一百块钱 这个没人信 所以叫赏小取信 赏大不取信 第二个叫伐尚立威 啥叫伐尚立威 要增加你的震慑力 就得找有分量的人去处理 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 要树立权威性 就要注意跟员工的关系尺度 这个关系尺度当中 我们推荐大家四个原则 第一个叫先严后宽 单上 人这个一辈子 先过好日子 后过苦日子 痛苦想自杀 痛不欲生 先过苦日子 后过好日子 甜甜蜜蜜 想万年长寿 人就是这样 先有了 后没有 就难受 先没有 后有 他就高兴 人际关系也是这样 如果你一开始对他好了 以后言起来 他恨你 你不言工作完不成 你一言他就恨你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 刚当团队带头人的时候 跟下半人称兄道弟 勾肩搭背 这个私人观一旦发展出来 以后你不提要求 工作完不成 你一提要求他恨你 所以我们倒建议大家 一开始严肃点 冷知脸当领导 这叫带队伍从冬天当到夏天 先讲制度 讲权威 讲严肃 讲纪律 等到权威树立了 流程跑顺了 回过头再慢慢的关心他 这叫从冬天当到夏天 先冷后暖 先言后宽 第二个建议 对有本事的人和没本事的人 标准要有所区别 叫上言下宽 第三点 叫静言远唤 我们要管好身边的人 大家看西游记 真正到世间来作乱的 那都是神仙菩萨身边的人 对吧 坐骑那是领导的司机 书童那是领导的秘书 烧火的那是领导的厨师 这些人在天上都乖着了 到人间来都作恶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身边的人 温柔和善他很乖 他在你身边很乖 到基层群众面前他狠着呢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身边人管好 什么司机啊 秘书啊 助理啊 要对他们以言为主 为什么对身边的人要言 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在一起 有的是时间交流感情 怕的是当众情况下 没大没小 说不该说的话 做不该做的事情 对吧 叫你一个小名 瞳一下腰眼 当着众人的面 你这领导权威性下降了 以后队伍怎么带啊 所以对身边的人要提言要求 对基层同志就不一样 一年到头见不到面 好不容易见到一次 叫敬畏有余 亲密不足 对这种人 我们尽量温和 尽量宽容 你说我真发现他犯错误了 怎么办 告诉大家 原则就是谁的孩子谁打 他要犯错误了 你让他的直接领导去骂他 你要生气 你骂他领导 你不用骂他 大领导下基层 看车间里面有员工在那唱歌打扑克 你根本就不用骂他 你骂车间主任 你管不了吗 管不了我换人 谁骂他呢 车间主任去骂他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大领导下基层 暴跳如雷拍桌瞪眼 骂一个基层一线的员工 这都是没水平的表现 对吧 你想一想 你当国务院总理上任第一天 把国务院门口看自行车老的妈给骂哭了 你这叫有水平吗 对吧 所以叫对基层一线的统治以宽容温和为主 这是我们对权威性的基本理解 那你说拿着权威性要干什么呢 我们给大家讲十个字 权威性用来干什么 现在咱们有一门课程叫执行力提升 权威性是来增加执行力提升执行力的 怎么提升执行力 告诉大家两句话 各位记住 用制度管人 用习惯做事 能做到这两句话都有执行力 自然就提升了 咱们先讲第一句 什么叫用制度 管人 大家举个例子 校灵广记中的一个笑话 说兄弟二人 父母双亡 艰难度日 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 过着艰辛的日子 有一天 邻居家杀了一只羊 蒸一锅羊肉包子 挑了个最大号的台子 给俩人送来了 大家想多大包子 抬来的 桌上一搁 香气扑鼻 邻居说 你们俩人也不容易 来吃包子吧 邻居走了 哥哥 准备吃碟 醋 蒜 小刀 筷子 然后就准备切包子吃 哥哥就发现 弟弟对着包子来回晃 来回掺用 哥哥说激动成啥样了 赶紧坐吃包子 弟弟说我没激动 我内急 我想上厕所 哥哥说那你赶紧去 出门又转 对吧 别走错了 上完厕所回老吃包子 弟弟说不 我不去 我怕我走了 你小子偷吃包子 哥哥说拜托 别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是大哥 我不会偷包子 弟弟说不行 我不放心 你要不然你发誓 哥哥说好吧 我发誓 我绝不偷包子 弟弟说不行 你发誓 你偷包子 你是狗 来个独式 说三遍 哥哥说好 一跺脚来三遍独式 说弟弟你快去吧 憋坏了怎么办 弟弟说好吧 那我去了 走到门口 回头就说 哥 你真不偷包子 哥哥说拜托 你就这点信任 快去吧 弟弟走了 哥哥叹口气 说你看看 这就是兄弟之情 真正的感情 经不起 芝麻绿豆 大点利益的考验 所以叫 你没有永远的感情 只有永远的利益 哥哥在那叹气 结果叹完气之后发现 三分钟不回来 五分钟不回来 十分钟不回来 半个小时 这上厕所的弟弟都没回来 这哥哥说 天哪 盖个厕所都够了 怎么还不回来 莫非是上完厕所 路过邻居家 被拉去喝羊肉汤了 这羊肉包子凉了 就不好吃了 这哥哥心想 要不然 我先把我那块吃了 你那一半凉了 你自己认吧 我那一半 我不想让他凉了 想到这里 哥哥拿刀子 切了一牙包子 蘸了一下醋 拿起来还没等吃呢 刚看了一眼 这家包子 那门 哐一下就被踹下来 这弟弟满脸泪 和拎着块砖就进来了 说你 住手 抓你个现象 你偷吃包子 我跟你玩命 哥是谁偷吃包子 我说左等你也不来 右等你也不来 你上个厕所 你怎么半个小时 弟弟说上厕所 呸 老子根本就没上厕所 我出门 我就知道你得偷包子吃 我就扒着门缝 咬着牙 我就盯着你 我憋着半个小时 我容易问我 我跟你玩命 这个故事叫做 等待别人犯错误 用人盯人的方式搞管理 大家记住 这种方法是最错误的 我们要用制度手段搞管理 领导总有怀疑 当你怀疑员工 干不对 不好干 你怎么办 你要有制度手段 手段有很多 对吧 你怀疑的偷包子 第一 包子底下搁个炸弹 小子敢动我炸死你 第二 包子上面抹毒药 敢吃一口 让你生不如死 我拿着解药就不给你 第三 签个契约 敢动一下包子 让你倾家到产临走的时候 摄像头盯着你 我拿三G手机 现场监控 都可以 我们有很多制度的手段 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没有 你得承认 包子有一半是人家的 就算人家偷着吃 只要没吃过一半 你不能着急 所以我们想提醒屏幕前面各位领导 你不拿 你得让别人拿 你高尚 你得容忍别人不高尚 你奉献 你得接受别人不奉献 如果你担心大家都迟到 定个迟到纪律 谁迟到罚一百块钱 那你说我不知道谁迟到 没关系 再定个奖励制度 谁举报迟到 奖励一百五十块钱 群众监督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发动工作 那有的是方法 那你说要不要人盯人呢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句话 带队伍应该怎么带 用理想激励高人 用制度管理普通人 用小人盯着小人 人盯人有事也得搞 大家看武则天就是用小人的高手 用小人盯着小人 用莱俊臣来管周兴 那就得盯着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用理想激励高人 没有理想高人不跟你干 用制度管理普通人 你没有制度 普通人就会迟到早退摩阳宫 用小人盯着小人 没有钟馗鬼就来作乱 所以你看西游记 四五空遇到的第一个妖怪 黑熊怪 要打死 观音菩萨来了 说不要打死 四五空说菩萨 您这不是慈悲为怀 普度众成大慈大悲 您也用黑社会 菩萨一乐 说我后山缺个看山的 意思就是我后山缺一个保安部主任 对黑社会正合适 护法这叫 因此用小人来盯着小人 我们管住一个人就管住了天下人 这个叫用制度管人 应用权威带队 这有第一个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注意的问题 叫用习惯做事 用习惯做事 我请大家注意一个现象 开汽车 你看开汽车 新司机开汽车特别累 看前看后 看左看右 看路标 看红绿灯 注意行人 开一会就累的大哈就犯困 但你发现老司机开汽车 一点也不累 加速踩油门 汽车 左转弯 看着路灯行人 对面来了个美女 一边撑着小球 一边转弯 一边看美女 唰啦就转过来 不刮不蹭 美女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说老司机开车用什么 人家用的是习惯 用的是潜意识 他根本不用表层注意力去开车 你说很多事情 我们为什么干得那么累 那么生疏 因为你没有建立习惯 所以关于这个事情 我自己有个印象特深的经历 北京院大学以前的风味食堂排队 晚上下了课去喝粥 前面站俩学生 我告诉大家 一般高校的大师傅 对本行业本领域理解都很深刻 我们在这喝粥 就看着前面大师傅给承粥 前面两个同学就在那 就说 你看今天这课程 从早晨八点多 讲到晚上九点多 这一天十多个小时 你看人家老师讲的 一口水不喝 中午也没见睡觉 精精神神讲十多个小时 嗓子都不太哑的 要是我讲半个小时 我就头晕了 两人在这说 大师傅一边承舟 一边乐乐 那你们哪懂啊 像他们这种老师 讲课是不用脑子的 我告诉大家 大师傅说句话很深刻 真正站在那位置 讲课的人 他用什么讲话 用习惯讲话 真的是不用头脑的 你想一想 你要真的用头脑 一边讲一边想 一会嗓子就哑了 一会头就热了 一会眼睛就迷离了 一会大脑就晕菜了 我们讲课基本上是什么呢 注意力在几个要点上 在提纲上 在几个关键点上 嘴里的话是用习惯机制推动出来的 他根本不用专门去想 你说要不要准备个稿子 把它背下 那就不叫讲课了 那叫背书 就是想到这提纲 想到这人物 想到一个故事场景 语言是从嘴里自己流出来的 语言它是一种习惯反应 所以什么叫练口才 就是练语言习惯 没有这种习惯 你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语言搞好 做事情也是一样 必须要建立习惯 有一个好习惯战斗力自然上升 给大家讲汉书中的一个段子 匈奴人有个头领叫头曼 他生了个儿子叫莫独 矛盾这俩字念莫独 这个头曼后来娶了后老婆 又生了个小王子 头曼的这个新老婆呢 就希望把皇位啊 大铲鱼的位置传给小王子 他就想把这莫独整死 所以就把他送给异族的人 想借刀杀人 结果这个莫独啊 战斗力很强 从异族人手里跑回来了 头曼就给他一万人的队伍 意思就是你自生自灭去吧 这莫独带着一万人 就在草原深处 他就想我怎么造反 自己的爹头曼 有那么强大的队伍 几十万人的军队保护 我这一万人一段几十啊 怎么做呢 我都想了几个招 他给队伍做了一下测试 挑出来好几百个弓箭手 强弓硬弩射成特远 他给弓箭手立个规矩 说我这个箭叫鸣笛 前面是空心的带个扇 我射过去 有个响声 我这鸣笛射到哪 你们这个箭就得跟着哪 谁敢不射 立刻就斩立决 当场难手 第一次 这个莫独呢 对着拿着鸣笛 对着自己心爱的白马 搜一箭就射过去了 有人跟着箭就射过去了 有人就觉得 我们的主公那么喜欢这白马 他肯定射错了 所以有人就没射 莫独怎么样 把所有没射箭的人 当场都斩了 斩了以后 大家半寒的时候 下次一定得射 第二次 莫独心爱的女人 他老婆从账里边出来了 这一帮人骑马回来 远远的 这莫独抽公大剑 鸣笛对着自己的老婆 搜就一箭就射过去了 大家傻哑了 他老婆心爱的女人 射还是不是射 好多人就跟着射过去了 漂亮的女人立刻在那刺猬 你说多没人性啊 射死了 但也有人没射 他觉得 是不是我们领导无度了 喝酒喝多了 就很多人没射 莫独当场把所有没射箭的人 全都给杀了 跟他老婆一起埋在草原上面了 你想想多没人性啊 但是这件事带来个震撼的结果 所有剩下的弓箭手都觉得 以后鸣笛射到哪儿 我们就得射到哪儿 要不然就得死 紧跟着这莫独就请他爹 头曼来射箭 来射兔子 在草原上面带着自己弓箭手 跟着自己爹来去打猎 结果这头曼策马往前走的时候 莫独拈弓大剑 鸣笛对着他爹 搜就一箭 这鸣笛过去 几千只箭跟着扑就过去了 立刻就把这头曼射死了 莫独就这样 莫得了大残余的位置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想告诉大家 我们把这个人性层面的东西 都扔在一边 历史深处有很多血腥的东西 这个案例当中有个重要的方法 怎么练习惯 在小事上反复讲成 就能练出好习惯 所以我们在童年那个早期教育 叫养成教育 啥叫养成教育 就是以训练习惯为主 习惯成了就是第二天性 它就能伴随你的一生 就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好处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干工作 规定动作要养成习惯 自选动作要形成特色 我们干工作有很多规定动作 你必须要养成习惯 你看我自己有一习惯 就是每天读书两个小时 这习惯坚持十多年了 为什么呢 我们讲 你真是要给人一个西湖 你真的有一个太平洋 讲课你不可能什么内容都准备 讲着讲着讲到这点上 你说不出来怎么办 真得有底气 底气从哪来 不断的得读书 我家里书特别多 来亲戚嘲笑我 你家跟杂货铺一样 哪那么多书 我光在北京的书就一万多册 而且我保证 我每一本书至少都读过一遍以上 特别乱 他们就说 你读书都读过 我说都读过 他说老赵 你这多余 你读书浪费 你读书有什么用 读书有用 农民留种子 老师得读书 农民有种子 明年就有秋天收获 老师读了书 才有下一门课的精彩 所以即使特别累 再痛苦要读 为啥呢 有一天不坚持 明天就能不坚持 这次找个理由不坚持 下次找个理由还不坚持 来几次 你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你这习惯就丢了 所以我们特别告诉大家 要养成习惯 就得天天坚持 天天坚持 说到这儿呢 推荐大家老子的一句话 老子这句话叫什么呢 天下大事必做于戏 天下难事必做于义 就是说伟大的事业 都是从戏小的环节开始的 艰难的事情 都是从容易的事情开始的 所以老子说 荷豹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就说那个参天大树 从小苗长起来的 荷豹之木生于毫末 万丈高楼得一块砖一块砖的雷 九层之台起于雷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千里的路 您也得一步一步的迈 我想请大家出一个问题 你说人生路这么漫长 哪一步最关键 告诉大家 眼前这一步最关键 我们经常在楼下食堂 看到这样的场景 小女孩拿个鸡腿 一边啃一边 嗯 好吃 我明天我就减肥 我告诉你 他永远不会减肥 明天永远来不了 你只要能等到明天 就能等到后天 就能等到下辈子 所以行动指的就是 从眼前开始 从当下开始 你觉得它对 立刻就得去做 而且一定坚持要做到今天 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你今天找个理由 明天也能找个理由 后天也能找个理由 越来理由越多 什么都做不成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从眼前开始 从当下开始 要立即行动 所以呢 用制度管人 用习惯做事 这是我们对执行力的一个 基本 最基本的一个理解 当然在执行当中呢 我们还要有一个提醒给大家 有权威的人 在对队伍的过程中 有几种必要的手段得使用 哪几种必要的手段呢 第一个 你得有奖励的方法 第二个 你得有惩罚的方法 第三个 你得有奖罚的资格 第四个 你得有专门的知识 第五个 你得道德境界 你得到位 这五条都少不了 有奖有罚 有资格 有知识 还得有人品 这五条 差一条你也带不了队伍 那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 两个奖和罚的基本规律 就讲两点 首先奖励有个基本规律 叫放礼花原则 咱每天都奖励人 大家发现 你只要会奖罚 对吧 连小兔子 你都能训练他捉衣 连大狗熊 你都能训练他数数 奖罚是最基本的管理手段 有一门心理学 讲强化的作用 只要强化到位了 什么行为都可以产生 那奖励的基本原则 叫放礼花原则 大家看礼花什么样 首先 放得越高越漂亮 这叫拔高原则 奖励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拔高 讲高一点 讲大一点 讲远一点 拔高原则 第二呢 放礼花的时候 你周围的观众越多 这礼花对你的震撼就越大 这叫观众原则 奖励的时候不能一对一 现场人越多 本人受感动 群众受教育 这个管理措施震撼力越强 所以叫观众原则 第三 漆黑的夜空 放礼花 它才好看 这叫对比原则 奖励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鼓励他的先进行为 同时讲落后行为 通过落后行为 对比他先进 所以我们放礼花的原则 给大家讲 叫拔高原则 观众原则和对比原则 接着讲罚 罚的方法是什么呢 叫热炉效应 讲的叫礼花效应 罚的叫热炉效应 惩罚就像一个炉子 谁伪装了 叫烫谁的手 炉子烫人 有几个基本规则 第一个 谁摸烫谁 不管什么人 只要摸就烫 这叫公平原则 不能说你是领导 不烫你 对吧 你是上级不烫你 你是帅哥美女 你是有钱人不烫你 谁摸了下炉子 一边摸一边说 我爹是谁谁 炉子就没烫他 那不行 一视同仁 这叫公平原则 第二个 摸了就烫 你说能不能 你摸下炉子 半年之后手上有烫伤 这是妖警 这叫及时原则 三天之内有回音 一周有处理结果 别拖 拖了就不管用了 所以叫及时原则 第三个呢 第三个叫预警原则 我热 我得告诉大家 我热 你别摸我会烫 先预警再惩罚 假如你看着冷冰冰 你摸一下 烫了你了 那就成妖警了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先提醒 你别犯错误 等他错误了 你再处理 如果你没有提醒过 没有教育过 他犯错误 你上了就杀 这就是残暴 不叫诸实为报 所以第三得预警 所以第三得预警 得提醒他 第四呢 第四是相关原则 谁烤火烫谁 他不能踏摸炉子 把门口站岗的林雨那人给烫了 叫谁收益 谁担当 谁得好处得 谁担责任大 我们团队做一个项目 挣一百万 项目失败了 你要不要担责任 假如你领的是一千块钱 你就只能担一千块钱的责任 他领五十万 他要担五十万的责任 你不能成功了 他得好处 失败了 干活的人倒霉 这不行 这叫相关原则 收益和风险成正比 谁得好处 谁担责任大 所以惩罚机制有这么几个原则 第一个公平原则 第二及时原则 第三预警原则 第四相关原则 掌握了讲罚的方法 我们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带队伍的力量 全原则有了 我们有了带队伍的力量 掌握了制造认同展示方法 吸引人才的手段 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多样化的团队 但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这个团队复杂多样 什么人都有 我们如何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面对各种各样不同来路的人 我们应该如何去把它管好 这些方法 我们下一讲